那是非常平稳的 24日 届时 世界排名前16的男女单打球员和世界排名前8的双打组合将一同争夺冠军奖杯 排名前16的樊振东马龙陈梦三人也在入围名单中 很多人都期待能看到巴黎六大主力联手征战 然而11月13日 拼携又一次传出了三人退赛的消息 他们的单打名额全都便宜了外协球员 除了单打比赛外 马龙和王楚清作为男双第四 陈梦王曼玉作为女双事宜也都入围了双打比赛 总决赛的规则是双打中有一个人退赛就是全退了 即便和其他球员的组合位列是排前8 也无法换搭档接着出战 因此马龙陈梦两人退赛后 王楚清王曼玉无缘双打比赛 男双这便被日拼的张本志和松道辉空简露拿到了地步资格 女双名额则落到了孙颖沙王毅迪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总决赛的冠军会直通明年的多哈士锦赛 再加上冠军积分1500 还全是排名靠前的选手 所以竞争一定会很激烈 2024成都混团名单和福岗总决赛的豪华阵容相比 成都混团世界杯的参赛阵容可以用惨淡来形容 当然国拼除外 毕竟比赛是中国创办的 也在中国举行 还需要靠国拼主力来提升票价 比赛时间定在了12月1日至8日 国拼除了马龙陈梦凡震东三人退赛外 其他主力核心周期力捧的林诗栋 快慢全上 去年是拼团第一次举办混团比赛 当时各国高手都来了 然而由于赛制不完善 球员们的体验值大打折扣 甚至还出现了这边还在打淘汰赛 那边就已经给冠军颁奖了的离谱情况 因此 今年参加混团的外协主力少之又少 日拼 法拼全员新人 整个比赛名单看下来 除了国拼这几位以外 只有韩拼的申玉斌 田智希 林仲勋 以及刚拿了德国赛南单亚军的卡尔伯格能叫出名之外 其他的13支队伍几乎全是新手 而且是排时期的卡尔伯格 的地补名额 否则瑞典队也都是不出名的小将 为了避免去年的乌龙重现 赛事多加了一个阶段 积分排名前四的队伍一四对打 二三对打 胜者进入决赛 败者竞争第三名 换句话说 今年不靠积分定惯亚了 此举有效避免了有队伍提前锁定胜利 进而避免了别人还在比赛 这边就颁奖的情况发生 2025全年赛成公布 11月12日 WTT实际拼连公布了2025年的赛成 从目前放出来的赛例来看 明年会有四战大满贯赛 争六战冠军赛 以及属不清的挑战赛 至限赛和青少年系列赛 而这只是WTT的赛事 再加上三大赛和一些新家的乒乓赛事 国平明年的行程 已经不能用连轴转来形容了 甚至他们连除夕和大年初二都在比赛 25年1月份 有拼超总决赛 正二场挑战赛 正一场ATTU 世界杯加新加坡大满贯 共五场大大小小的比赛 1月份的31天中 只有9天没有比赛 且新加坡大满贯赛 被安排在了正月初二 大满贯赛从1月30日比到2月9日 赛成一共11天 万幸的是 2月份除了大满贯赛 暂时还没有安排其他比赛 3月份也相对轻松 目前只有3月11日至16日的 重庆冠军赛 从4月份开始 国平队员开始了忙碌了起来 也为新周期冲刺 4月1日至6日是仁川冠军赛 7日至13日是太原挑战赛 14日至20日是澳门世界杯 22日至27日是突尼斯挑战赛 换句话说 4月只有4天休息时间 5月有一场为79天的多哈式锦赛 前面也说过 这次福岡总决赛的冠军直通多哈 而且陈梦距离大满贯 也只差一个试试锦赛单打金牌了 所以他明年参加多哈的几率很大 6月有斯科普里 卢布尔亚纳 萨格勒布三场挑战赛 赛程也排得很满 不过比赛级别不是很高 主力们参加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更多的是新人和梯队小将们参加 7、8月比赛的级别很高 有三场1000级别的大型赛事 分别是两场大满贯赛 一场日本冠军赛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贯穿两月的球星挑战赛 很多人是奥运后关注到的乒乓球 所以9月之后的比赛就比较熟悉了 9月、10月份的比赛和今年一样 分别是澳门冠军赛 北京大满贯赛 法国冠军赛外加两场挑战赛 11月的比赛都很重量级 先是月初法国赛的决赛 4日至9日又安排了德国冠军赛 10日至21日无缝衔接全运会 明年的总决赛则在11月25日至30日举行 一个月也只有4天休息时间 12月1日至8日依旧是熟悉的混团比赛 以上还是目前公布的赛事 不排除WTT网比较轻松的2、3、5月份赛比赛的可能性 刘国梁发声引球迷不满 从上面的赛程波难看出 从7月份开始全是大型比赛 到时主力们又要连轴转了 球迷们担心运动员的身体 刘国梁却对明年的赛季充满了期待 并表示25年会是WTT各级别赛 是全面进步的一年 WTT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丹顿也表示 WTT成立后被疫情放满了脚步 所以明年打算明年给运动员们 带来更多的展示机会 争取给全世界的球迷都带来最好的乒乓球比赛 他们说的斗志昂扬 球迷却不买账 愿为他们频繁增加比赛 还要求运动员强制参赛全是为了买票 捞金 再加上近些年比赛多了 票价高了 提供给运动员的赛事奖金却一年不如一年 甚至还出现了拖欠的情况 球迷就更不吃这一套了 那么你怎么看待WTT比赛越来越多仪式呢 觉得此举是给了运动员展示机会 还是给了拼携捞金机会呢 国平挺得住吗 2025WTT赛程太满 春节也得比赛 游国梁发生了 WTT赛程满当 2025年拼弹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1月6日开始的多哈球星赛 到大年初二就开打的新加坡大满贯赛 再到中国的十一黄金周也得顶住赛程压迫 整年几乎没有喘息空间 WTT安排的赛事数量庞大 几乎贯穿全年 运动员能不能挺过这一波接一波的赛事 成了最大的悬念 奥运备战和赛季赛程这么重叠 难道球员们要在赛场上过牢 如果说体力是黄金 那么这次的赛程就好像是那把磨刀石 能把球员磨成锐利的武器 也可能把他们磨得顿了 刘国梁的态度一向积极 可是这一次 他能笑得出来吗 面对新赛季超满当的赛事安排 刘指导还是表示充满了期待 他希望WTT的各级赛事能全面进步 每个选手都能在不同赛场有商家表现 听着虽然鼓舞士气 但背后的一丝不安却无法掩盖 毕竟 赛程满到连春节都得上场 这种全年无休的节奏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国平目前在面对商业赛事和奥运备战的双重压力下 如何调整运动员的参赛频率 平衡健康与成绩的关系 简直成了大难题 毕竟 能在WTT大满贯赛上斩获奖杯的孙颖莎和王楚清 真能靠这种频繁的比赛保持状态 直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吗 如果过度疲劳 球员在最关键时刻的爆发力就会大打折扣 到时候是还管WTT赛场上的金牌 看乒乓球也有四大满贯了 对 就是这个目标 模仿网球 走上商业化的光辉大道 不过 别忘了 乒乓球跟网球的差距可不是几个大满贯能填补的 说实话 WTT想要借此增加赛事的商业价值和全球影响力 这个目标是伟大的 但现实却很骨感 乒乓球这项运动虽然全球普及 但它的商业体量和网球相比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四大满贯能够带来更多门票和转播收入 但这些收入能否支撑起整个赛事体系的运转 还是个问号 再加上乒乓球的观赛人群也相对局限 想要通过形式化来推动大赛的商业化 恐怕不如想象中的那般容易 所以 不管是比赛的模式还是赛程的安排 都得有个清醒的认识 想赚取足够的收入 也许还得继续摸索别的套路 不争的事实是 巴黎奥运会后 国拼的主力球员频繁出战商业赛事 结果呢 状态下滑的比平行线还快 这也让不少人开始担心 比赛多了 难道就能保证成绩更好吗 我们看到了 樊振东和陈梦在巴黎奥运会前的一番养精蓄锐操作 他们调整了比赛频率 保留了足够的体力和状态 结果在奥运会上双双夺得金牌 而如今 WTT赛事如洪水猛兽般席卷而来 球员的休息时间被严重压缩 长期高强度的比赛训练会导致什么 可能会在最关键时刻掉链子 甚至影响到奥运目标的实现 感谢观看